好 那现在这个柯文哲的事情 当然对于民众党来说 不论是陈佩奇也好 或者是说其他 现在目前民众党内的 这些像是蔡碧如这些 可能心里上面都觉得没个底 然后可能也很慌张 我们看看这个陈佩奇 也录了影片哽咽 他就说真的很想你 他跟一群支持者 在看守所外头 那本来是要中秋 他们就在外头陪着柯文哲 一起过中秋 那就说我在外面看着一轮明月 我就是会在外面等你 我在外面加油 我会帮你洗去你的冤屈 那许多的支持者 就大概80位支持者 在北所外头静坐 陪伴柯文哲度中秋 幸好是没有像陈志涵讲的 去外面烤肉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也其实表达 这些死中小草没有离开 这个柯文哲 民调显示 现在仍然有87%的支持者 选择继续当小草 那蔡壁如在台中这里 中张头的党部呢 他们中秋节 也有200名的小草在台中 就是大渡山杀戮区一带的 什么秘密集会所 为柯文哲祈福 那蔡壁如自己就讲 讲说先唱一首祷告的歌 那目前有请天主教 非正式的牧师到场 带大家一起祷告 另外也有请了 当地杀戮的道士 有道家的祷告仪式 一起帮这柯文哲 集气价 就是好像各种不同的宗教 现在他们就只能 找一些这样子的力量 可能让心里面有一些寄托 但是也有一些人 跳出来就嘲讽 就说你一下请牧师 一下请道士 这种祷告仪式 然后还有乡民在酸 就说是不是 民众党越来越像邪教了呢 就是反正 个人的看法都有所不同 只是说 是不是也反映出来 现在民众党真的好像失去了一个大家长 现在目前这种情况 大家都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那再来看看绿营还是不断的放话 特别是像这个洪建议 她说她发不轻声声明 指控蔡壁如是 金华城案的隐藏版人物 不仅公布朱雅虎给蔡壁如的手写信 那蔡壁如更是与朱雅虎多次碰面 自己还有蔡壁如的手谕 那其实这个我们这一两天的节目上面有讲到 它其实并不是这个五百六容积率到八百四的这一段 而是这个三九六到五百六的这一段 那人家讲说你是在那边榆木混珠吗 那蔡壁如也出来讲 她说信里面就已经说到是世大运 代表说那个时空 不是现在大家讨论有弊端的这一个时空了 那时候是2017年的事情 那金华城事件 现在大家所诟病的这个容积率 其实是20203月之后发生的事 她其实2019年就已经离开了台北市府到立法院 时空背景不知道有什么关联性 你发不轻声声明 那我发不在场声明 所以的确就是好像有一种来打混战就泼脏水 就明明大家没有在讨论这一段 但是她就把前面的故事也跟你扯进来 这样子好像打一场混战那样子 那再来我们看到也有这个绿营的等于名嘴 他们讲到说1500的比特币之后呢 他现在又喊PPT也是虚拟货币 他说加密跟虚拟货币又不一样 我们现在用的这个简报软体 其实也是虚拟货币 PPT耶 我们那时候想说你是口误还是什么 他说真的PowerPoint吗 就PPT喔 然后所以网友们还有年轻人们就说 哇 发现自己原来我很富有 就是我们人人可以做PPT 跟比特币一样都是虚拟货币 还有说哇 台湾读书是不是犯法 因为我们都在用PPT喔 还有人说夸张可以 可以不要瞎掰好吗 这已经有点离谱了啦 所以是不是没有可以爆料的 现在开始胡说呢 那还是说不知道这个名嘴 是不是自己没有用这个简报软体 反正就是成了一个大家茶余饭后的一个话 那再来就是钟小平跟黄珊珊 就是他去打黄珊珊 今天还要开记者会嘛 那他就现在人家讲说 是不是要转移焦点呢 他说黄珊珊跟沈庆金隔空串供 因为沈庆金身体快撑不住啦 那黄珊珊请他挺住 黄珊珊最怕沈庆金什么都招了 给了多少钱 柯文哲怕黄珊珊更怕 检调查不出来 钟小平查出来了 然后人家讲说 可是钟小平讲话有几分可信度呢 连蓝营自己可能很多支持者 对他都有一点疑虑啦 比方说最近就是想眼言这个事情 就变成另外一个笑话 想眼言就变成 怎么会去讨论这个 在这里面乱 还说什么 我是单身 喜欢单眼皮什么之类的 反正就种种啦 然后你看黄静寅学姐也是讲说 曾经被钟小平夺命连环口 要求我帮忙站台 陈志涵说他假传圣旨 柯文哲有下令要协助站台这件事情 他竟然可以用假传圣旨的方式 来逼迫民众党的人 那王乃瑜就讲说 上政论节目时候 他其实也被问过 就钟小平问他说 你妈妈也长得很正吗 就是人家觉得说 听起来就不舒服 所以网友在讲说 国民党还不开除党籍 真的是个笑话 国民党还能够忍猪割吗 这真的也是另外一个插曲 我们来问一下 鸿威姐怎么看 钟小平之前先跳过 好难回答 先讲前面的 对 我想讲一下 就是说我觉得 对一个政治人物 或者对一个政党 不管你喜欢不喜欢 我觉得终究是 有一道人性的界限 比如举例来说 就是今天早上 有很多人被一个新闻 就是我们松信的 民进党籍议员许家贝 他因为癌症过世 因为我原来也是松信的议员 所以我们过去在议会 也是老同事 在松信大家也一起服务 他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其实我在脸书上 其实很多都是 一些国民党籍的民意代表 至少我们所认识的 大家都去哀悼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某个程度 有时候大家还是要将心比心 那所以比如说像陈佩琪 到这个就是在收容所外面 就是两个人 夫妻两个人身格两地 但是大家都想到 就是中秋节 马白是一个团圆的时间 那我觉得我也有看到 有一些网友也酸言酸言 我觉得那真的大可不必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人性 那至于就是说 蔡碧如的这个活动 我刚刚看的时候 我一直觉得怪怪的 因为确实这样的一个集会 又是牧师 又是这个道士 那我觉得我可以理解就是 可能民众党碰到 这样的一个巨变 应该可能有 什么程度上是六神无阻 所以现在就是希望能够 有一些在精神上的寄托 那当然我觉得 他们可能应该全力去拼的 第一个把党内稳住 然后让柯文哲 好好地去在司法上 去争取他公平的待遇 那当然蔡碧如现在又 又有一个争议 也是我们松信的议员 洪建议 你知道其实我们都私下在讨论 因为洪建议员 我跟他也是同时很久 我们是同时当选 许家贝比我 大概晚一届晚两届会借 我一点忘记了 其实洪建议 他从来都不是爆料型的 民意代表 因为我们大家那同事非常久 所以他这次突然跑出来大爆料 而且说不自杀生命 我也觉得非常奇怪 而且大家很多人也就质疑说 奇怪 朱雅虎他写给蔡碧如的信 怎么会到洪建议的手上 这奇怪 因为照理说 这个信应该在蔡碧如手上 或者蔡碧如因为这样子而去 假如他有去做一些交代的话 那么也应该是在公务体系的手上 那当然可能随着柯文哲的离开 就是这个卸任 是不是有些人就把这些东西带走了 然后就辗转的很奇怪的 到了洪建议的手上 好 那洪建议就拿出来爆料 那老实说 我刚才为什么特别讲 我说其实民众党 现在第一件事情是把党给稳住 因为我不客气说 民众党他有一个特性 就是这个党内斗很厉害 在柯文哲出事之前 而且他们斗得就非常非常的凶 我们三不五时就听 这个谁斗谁谁斗谁 谁又被斗走等等之类的 那我真的觉得 现在等于说 大家应该同舟共济 这虽然是民众党 是民众党家务 是不是国民党的事情 但是我们现在因为信外 希望跟民众党合作 我们当然希望民众党也能够稳下来 好 所以第一个 为什么这个信会跑到洪建议的手上 我觉得真的非常奇怪 好 第二件事情 那现在从时序上证明 他当时其实金华城 有两阶段的希望把容积率提高 一个就是在好龙斌时代 那么就是给他 只给他392 那他们一直觉得 这太少太少 所以他争取变成560 那争取到560之后呢 他们又开始做一些容积转移 最重要就是那20%了 就是要容积奖励的部分 那现在可能出事就是在20% 从560到840又是另外一个阶段 那所以现在看起来呢 那么蔡壁卢 他就算他接受陈情 就算他有任何的指示 以那个时段来讲 他是在392提高到560的部分 可是这个部分 目前至少检调司法单位 没有认为这个部分是有图例 或者是有什么违法的问题 至少我现在看起来 他办的是560到840 所以某一个程度 确实那个是有时序 蔡壁卢 我也不在场证明 你们现在办的是560到840 那个时候我已经不在了 但是这件事情 无论如何 他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射呢 或者直接的不是暗示直接指示说 如果这个荣基律出事的话 蔡壁卢你也脱不了干系 这就是其实要出来 就是要去打 就是说他们现在就是 等于说榴弹四射 也要让你蔡壁卢 不要完全的自身事外 我觉得是这封信被公布的 最主要的原因 那我希望第一个 当然洪建议 他还基于他的 他觉得我是民意代表 我当然我做一些爆料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爆料 内情真的不单纯 好来请教永恒姐 第一个我觉得 一直政治上有一种话 就是说 你如果一个人 已经被打到一个状况 你如果过度的落井下石 在政治上往往会有反弹 反作用力出来 所以我倒觉得 现在民众党 如果说柯文哲真的有什么状况的话 检调也已经如愿以偿的 把他积压起来了 该办的也在办了 我们前一段还在讨论说 每天还在散布新的 对于柯文哲不利的消息了 这个时候 政治人物又不是检察官 又不是调查局的人员 你也没有相关的工具 你也出来在那边猛跳 在那边好像自己也要去办案 这个当然就会让人觉得很侧目 最近出来蹭了几个都翻车 对 我觉得就说议员 他还是有他可以做的事情 因为议员的职责就是说 你就针对脉络 去看他的公文 然后顺这个时程 然后把一个决策的过程弄出来 我觉得这个还在议员职权范围之内 譬如说今天还有台北市议员 开记者会 质疑说金华城的 是不是先让他开始动工 然后才去发相关的证照 我觉得类似这种质疑 算是在议员质询里面合理的部分 可是至于说 现在检调已经在调查的部分 不管是刚才洪威讲的 560到840的部分 那检察官他要查什么人 不查什么人 我觉得他一定有他 一定程度的掌握和逻辑 那你这时候议员就出来说 那为什么这个人没有查 为什么那个人如何如何 那很多名嘴也出来放话 我觉得这种还是属于政治放话 就不是很可取 那至于明明现在检察官 着力的查的不是392到560那一段 因为那一段台北市政府 还有一个护身符 就是那个时候监察委员 有对台北市提出纠正 说你没有给人560 你市政府做得不对 今天也有人去检举监察委员了 但是检调没有动作 没有认为说这个监察委员的主张 有问题或者如何的时候 其实你自己跳到那个部分去 要混淆这个视频 这也会让人觉得政治太过头 那太过头以后会有一个什么反应 就会让大家觉得说 不是只针对柯文哲 有没有涉案与否 而是对于民众党要进行 毁党的政治行动 那如果你让民众党的支持者 觉得说你就是不分青红皂白 要毁灭我这个政党的话 那他的反弹就会很大 好 请教董哥 民进党的逻辑就很简单 这是赖清德为什么只有40%选票 过去蔡英文有57 因为年轻人都挺蔡英文 所以票跑去柯文哲那里 简单讲 所以我就要打民众党 让他票回到我们的民进党身上 那这个就是可以看到 他铺天盖地台北市議員 大家都努力的去打 那每个议员的压力都很大 洪建议他是新秀 在这一场打磕的这个 为什么是新秀 因为你到地方去拜票 终究只要你一拜票 那議員 人家在洗手法 我老公每天都给你爆料 你又不在电视看过你 你压力就很大 为什么同选期 对不对 张文杰因为刚刚生产后 大家可以理解 他同选期我讲他同选期 因为跟宏卫同选期 人家就不会讲张文杰 宏卫你做五次 你又不看他在什么表演 压力会很大 所以你要想方设法去弄一些 不管对或不对 所以当他爆料这几天 你可以看到洪建议 现在每天都上电视了 对不对 可以交代了 地方 我可以交代 这个压力很大 你光跟他讲 这个金华城基金 已经大概三四年以上了 就是从我们过去再讲到现在 可是为什么这两三个月 才热闻起来 因为他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民进党执意 要针对这个来做 那这个做当然他有一个发动者 发动者就是台志光案的时候 柯文哲就一直骂郝隆斌 郝隆斌说我台志光 绝对没有问题 我台志光定的那个母法 是很严格的 你柯文哲的执法把它放大 所以变成我们本来七八百块 到你那边变一千多块 对不对 我们节目也讨论过 那郝隆斌加一句 你的精华成才有问题 那刚好就是这个 大家就开始讨论精华成 精华成觉得 大家怎么想都有问题 为什么郝隆斌之外是392 到柯文哲时代 柯文哲时代就核准到840的 龙之一粒 这个是不只一倍两倍 所以他查下来就这样 民进党我觉得大家都要做给 自己的支持者看 虽然这个丢出来的料不一定有效 可是最重要要维持新闻不断 新闻不断 柯文哲的互辨新闻就不会忍 我们要毁灭他的人格 我们要他的年轻选票 逻辑就这样而已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州马上回来 张哲世宝需要陪伴与照顾 一人一点力 爱就大无限